12月23日TVB艺人郭静安 即将为人母的叶翠翠 一同出席一间同装品牌店的钱财仪式 安仔好像很有孩子缘 一到现场就被可爱的小朋友围住要求合拍留影 安仔落选TVB年度试地奖 大批网民都替他抱不平 安仔以及媒体向支持自己的所有人表达了感谢 我们参加每一个颁奖 你都需要包容他们颁的奖是颁给谁 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了 因为我知道网民都很 说话我也听过了 我在这里谢谢你们 还有我谢谢投我票的朋友 真的因为我好像没有跟你们说过一声谢谢 早前安仔为了拍剧集 致命复活可以减重30磅 他的健康问题一直被大家所关注 安仔在接受采访时也对自己目前的身体状况做了回应 对啊都是在做运动啊 吃多一点吧 我知道很多人都担心我的健康 所以我跟你们说我没有问题 现在已经胖过来了 怀孕五个多月的翠翠 金子与这么多可爱的小朋友一起出席做活动 是否有触景深情的感觉呢 有啊有我很期待的 因为我也自己也很喜欢小朋友 我老公更喜欢小朋友 就看到他们就有一种 想象我的孩子会不会像他们一样的可爱呢 就觉得很开心很期待 钱 Koh P court 插 小朋友 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